搜寻别人分享出来的专案 当我们自己画 当然是很棒的是如果我们想看看别人如何画 或者是他画出来成果我拿来修改一下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在我们网站登入之后 记得一定要登入 他规定一定要登入 登入之后呢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搜寻 你可以搜寻别人分享出来的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我们自己的专案可以分享给别人 别人也可以透过搜寻的方式 找到我们要的 比方说 我们现在 我不确定 但是试试看 今年是猴年我们搜寻猴子 是不是有人画出猴子 这些人可能都有猴子的作品 这边 原来真的有人画好多猴子 那我就可以拿出 拿这个过来修改一下就好 这边好多猴子 立体的小猴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猴子 你可以选择copy of Tinker 这一个 你可以复制到你自己的范本里面去 复制到自己的专案里面去 那他这边有授权标示 你要注意这个 CC授权的标志 标示姓名 相同方式分享 作者是 这位先生 或者是小姐 我们把拷贝过来 当然如果你想直接列印就直接下载 当拷贝过来说你就可以看到他怎么画 他画出这么可爱的猴子 那他怎么画出来 那你也可以去修改 你可以群组修改 做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这猴子怎么画你也可以拆开了 这样你就很容易取得 别人分享出来作品 记得 尊重智慧财产权 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很快速的 拿别人作品来修改 但是还是鼓励自己创作 尽量自己创作